大家好,冬天天气寒冷,一定要多喝小米粥,看似简单的小米粥,其实也有很多的小技巧。 煮小米粥,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煮。 很多人在家总是煮不出早餐店的味道。 煮出来口感不好,清汤寡水,也不粘稠。 今天,大厨教你正确的做法,让你熬出来的小米粥,香浓顺滑,细腻好喝。 你可以先点个赞,收藏好,以免想吃,不会做的时候找不到我。 首先,我们准备一碗小米,大概200克左右。 加入适量的清水,把小米给它淘洗一遍。 大家都知道,小米是公认的养胃食物,胃不舒服的时候,可以来上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。 对身体很有好处。 洗净之后控干水分,再次倒入适量的清水,给它浸泡半个小时。 趁这个时间,准备一小块不要钱的南瓜。 用刀切去南瓜的厚皮。 再用我勤劳的小手挖掉里面的南瓜子。 最后,用刀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。 切完之后装入盘中,放入蒸锅中,水开即时,大火蒸15分钟。 再准备一个红薯。 去皮之后,用刀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,再改刀切成条,最后切成红薯丁。 切完装盘备用。 半个小时之后,可以看到小米已经变得胖乎乎的了。 先放一边备用。 准备一口砂锅,往里面倒入3000毫升的清水。 盖上盖子,开大火把水烧开。 这也是煮小米粥最关键的一步。 一定要开水下锅煮,很多人冷水就直接倒入小米了。 其实呢,这是错误的。 冷水下锅温度不够高,淀粉无法快速地糊化,很容易清汤刮水。 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不容易沉底粘锅。 把小米倒进去之后,再把切好的红薯丁也放进去。 有条件的话,再加入8颗红枣。 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。 煮到水再次烧开之后,为了防止一锅,可以在砂锅上面垫上一双筷子。 开小火煮10分钟。 10分钟之后,往里面加入一颗的碱面。 可以使小米粥熬出来更加粘稠好喝,没有也可以不用放,搅拌均匀。 继续小火煮10分钟。 煮好之后看一下,这个时候我们的小米粥已经煮得差不多了。 颜色黄黄的,闻起来也非常的香。 再把我们蒸好的南瓜取出来,用叉子按压成南瓜泥。 倒入锅中,有条件的话再放入几颗枸杞。 快速地给它搅拌均匀,看一下这个颜色。 瞬间就更有食欲了。 亲爱的家人们,视频都看到最后了。 制作视频不易。 这个视频恳求大家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星吧。 家里还有三个女儿,在上幼儿园,压力实在太大了。 拜托大家了,最后扣盖小火煮5分钟。 一道非常好喝又香萌的南瓜小米粥就做好了,颜色看起来非常的漂亮。 整个厨房都是小米的香味,而且小米粥的表面还漂浮着一层厚厚的米油,这是天然的米油。 说明熬出来的米粥非常的有营养,色泽金黄又粘稠,色香味俱全。 寒冷的早上,来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南瓜粥。 满心又暖胃,全家老少都爱喝。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,就收藏起来在家试试吧。